在外打工20年,也没有实现自己的致富梦,终于他决定回乡养瓜,凭借着养瓜翻不去,他奇迹般的成为全省区植科数的养瓜大户。 他就是以黄县挂顺,资助食产养职,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邓桂顺,1984年,邓桂顺拜师学习理工技术,敖满三年学徒期,他带着一把泥刀,外出厂当打工,然而辛苦打工20多年,他却始终没有富起来,于是邓桂顺变小,不如像温州的许多农民一样,自己创业当老板。 经过市场调查后,他便跑到张家界去办师求艺,学习养瓜的技术,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和实践,邓桂顺终于掌握到了科学养瓜的技术,回家后,邓桂投资新建了一栋平房,按照科学养瓜的要求,在屋内修建了繁殖室,科都养殖吃等,并根据鸡胸蛙的生活习惯,科学保持着蛙池内的水温,自配此量, 日夜养护着150对重蛙,天道酬勤,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养殖,他成功白日出售商品蛙,250公斤,获利若4万余元。 邓桂顺看到了致富的曙光,2007年他成立了以黄鲜贯顺特种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,有了20多万元资金投入后,邓桂顺将把草周边的四亩多田地长期租立下来,建起了围墙,修建了大门和办公场所,对原有的养殖场地,进行了扩建和改造。 目前邓桂顺苦心创办经营的养娃基地已发展到了拥有重蛙1.2万多对,123万多只的规模,按照是厂价格估算,公司资产已达到90万人以上,为继续做大做强养娃业。 不久前,他又在中壮商店夏村,承包了39亩粮田,创办生态养娃基地,自己终于实现了致富的梦想。 此时邓桂顺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诺言,要带动村民们养娃致富。 他开始向农民传送科学养殖鸡胸蛙的技术,并按30多户农民提供了种蛙,去年他又成立了养娃专业合作公司,由他的公司为养娃库提供养娃技术和种蛙,养娃库将蛙养大后,公司按照市场价格全部收购,愿望外地去销售。 这一举措,既打消了养娃库的后顾之忧,又促进了当地养娃库的发展,带动了一方农民致富,本文来自生意经,创业家系授权发布,略经编辑修改,版权为作者所有,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宫典。